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病例的早期和强烈激增 温哥华传染病中心医学主任Brian Colvin博士表示 今年是BC流感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流感已成为一个大事件 他说 仅在这个季节的初期 BC省就已经达到了他通常报告的全年流感病例数 及4000例 BC验试官服务中心的数据则显示 最新数据与2015年至2019年期间 该省儿童每年平均有2至3例流感死亡记录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 今年的流感初期的死亡人数 已是正常年份全年的两倍 BC验试官服务中心表示 其数据是初步数据 在调查完成后可能会发生变化 服务中心还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11月5名疑似流感的19岁以下儿童死亡事件 至少有两个死于流感并发症的儿童家庭公开表示 一个说 他们的孩子患上了心肌炎 另一个说 他们的孩子在恋求菌感染变成败血症后 发生了细菌感染 基于这个不寻常的细节 不寻常的特征 BC省卫生厅公布了两项新举措 第一 从今天起至周日 在全省开放闪电式流感诊所 BC省所有6个月及以上的儿童均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BC省疾病控制中心表示 接种疫苗对那些有严重后果风险的人特别重要 包括那些患有慢性疾病 如心脏 肺 肾脏和肝脏疾病 患有导致呼吸和吞咽困难 以及需要长期服用阿斯匹林的人和非常肥胖的人 第二 加强监测 并将报告儿童流感相关死亡 作为BCCDC每周发布的 《呼吸道疾病定期报告》的一部分 BC大学流行病学家Sara表示 流感主要通过监测数据进行追踪 然后与往年进行比较 以确定严重程度 COVID大流行期间 流行病学家通过使用计算机建模 来预测冠状病毒的进展 加拿大多伦多近日接连发生 公交系统随机致命袭击事件 就在昨天下午 两名女子在地铁2号线 被一名陌生男子用冰锥疯狂地乱捅 导致一死一重伤 52岁的疑犯刚刚出庭 需要普通话翻译 随机致命袭击案发生在周四下午2点05分 根据现场目击者称 凶手手迟一把碎冰锥行凶 受害者胸部 颈部全是血 乘客争相逃命 有女人在大声尖叫 又有孩子在哭泣 现场一片混乱 12月9日 多伦多警方证实 不幸身亡的受害者是 31岁的凡尼莎·库尔皮乌斯卡 另一名受伤的女子37岁 已经出院 而凶手是52岁的金能佳 警方已一起谋杀罪和谋杀 未遂罪起诉 今天出庭过堂 警方称 嫌疑人和女性受害者 彼此互不认识 一犯从他被捕后 一直被关押在警察局 今天早上 52岁的遗兄 在一名普通话翻译的协助下 在法庭上短暂露面 由于申请的法庭禁止令 媒体不能刊登庭上的细节 被告将继续被驱留 下一次预定于周三 在安省法院进行虚拟视频方式出庭 这不是多伦多首次发生 公交系统随机袭击案 今年6月17日 一名20多岁的女子 在一桃壁谷的 Kaplin站的公共汽车上 被人淋油放火焚烧 19天后 伤者不至身亡 警方指这是一宗随机袭击案 逮捕并起诉33岁的凶手 今年4月17日 多伦多还发生了一宗 随机推人下地铁站台的恐怖事件 当天晚上9点 在Blue Young站 一名39岁的女子 在等地铁时突然被人推下了地铁站台 当时她摔在了铁轨上受伤 但幸好还有意识 在地铁抵达前的瞬间 爬上站台的空隙躲藏 最后成功逃过了一劫 但是多伦多接二连三 发生震惊的随机袭击案件 市民终于怒了 直呼太离谱 呼吁对公交系统的安全采取行动 这些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 不但促使许多人 呼吁加强TTC的安全措施 连工会也惊动了 代表TTC员工的工会周四晚上称 我们向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哀悼 并与我们在多伦多Local 113的工会成员 一起要求加强安全措施 应对员工和乘客受到袭击的事件 以及TTC暴力事件的增加 周四的随机袭击案 同样惊动了多伦多市长 在High Park车站发生致命袭击事件后 市长庄德利在一系列推文中 谈到了这个问题 市长说 我们需要再次与TTC和警察坐下来 看看除了目前TTC已采取的许多措施之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来确保TTC乘客的安全 TTC公车局在周四事件发生后发表声明称 他们将在系统中增加特警和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以安抚今天下午出行的顾客 在央行于周三宣布加息50个基点之后 副行长在周四回应称 需要研究最近的经济数据来确定是否要进一步加息 不过他补充说 如果有必要 央行日依然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据路透社报道 央行在周三将基准隔夜利率上调了50% 达到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这也预示着实无潜力的经济收紧政策接近尾声 央行计划在明年1月25日宣布下一步有关利息方面的政策 再被问到准备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是否意味着央行依然准备大幅加息时 副行长表示 这只是一种假设 如果到时真的大大超过预期 我们将准备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控制局势 他回答说 为了抗击通胀 央行已在过去9个月期间将利率提升了400个基点 达到4.25% 这是自2008年1月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水平 但目前的通胀率依然远高于央行的目标 现在的就业市场依然紧张 商家依然很容易上台物价 管理委员会认为 经济依然需要更可持续的政策来缓和需求 他表示 对于央行是否会进一步加息 The Stratus Group的宏观战略分析师Rossi认为 总体来说 这些说法都不会改变我们目前的看法 我们认为央行已经准备好暂停加息 现在的事实是通胀率依然高 预期型通胀也很高 这是让我们决定在周三加息50%的一个原因 副行长说到 第三季度的增长依然强劲 例如驻房市场 这类对利息敏感的领域都出现了需求放缓的情况 这些都是紧缩的 财政政策正在发挥平衡供需作用的迹象 他表示 从明年开始 央行会发布一份讨论详情的总结 以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BC省原林木厅长康洛奇调任财政厅长 除了委任书中 以定名加强投机税等之外 他还要致力于达到新民主党的竞选承诺 及400元的租金津贴 康洛奇透露 他曾要求保留原职位及林木厅长 因为尚有工作尚未完成 但省长尹大卫有其他计划 并决定由他担当财长 康洛奇接手时 省府推算今年盈余57亿元 但官方和大型经济师均预料好景不长 省明年经济增长将降至不足1% 康洛奇表示 他跟其内阁同僚将研究善用盈余 和解决未来挑战的最好方法 改善房屋和生活负担等问题 多项优先工作 包括研究加强投机及控制税 致力向租户提供回忆帮助降低租房成本 以及向民众提供生活成本支援 省府于2017年省选期间 承诺向租户提供400元津贴 但一直未有兑现 康洛奇称 他同意引大卫形容 其作为乡下人的方式工作和生活 他说这是事实 我来自BC省农村 在讨论时肯定引入农村居民的声音 加拿大人似乎提前在加油站 收到了一份圣诞礼物 汽油价格比5周前 每升下降了0.5元 但是一位加拿大分析家说 这种自由式落体下跌 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Enpro国际公司的高级石油分析师 罗杰·麦克·奈特 他的预测可能听起来像是 圣诞节导鬼的格林奇先生 但他提示是 尽早加买油箱可能是一个好主意 麦克·奈特周四 在一份美洲能源报告中说 这个季节 消费者得到了一些提前的节日礼物 汽油和柴油价格继续下降 但要小心这种自由落体式下降 因为它们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你可能需要抓住你的降落伞 在全球范围内 原油和精烈油的供应依然紧张 与5年的平均水平相比 美国的燃料储存量下降了9% 这也是加拿大大部分汽油的来源 此外 中国刚刚放松了对COVID-19的限制 这可能会造成对原油的突然需求 这一切都发生在乌克兰的持续军事冲突中 许多国家已经对俄罗斯的石油产品进行了制裁 作为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惩罚 最近 七国集团国家同意 对俄罗斯原油设定每桶60美元的上限 意在减少其出售石油的收入 但麦克奈特说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 中国和印度没有遵守这一上限 麦克奈特说 要削弱普京的财政 你需要降低上限 但如果你这样做 他所要做的就是削减产量 推高全球原油价格 然后油价也会随之上涨 他补充说 随着北美消费者在衰退和通胀之间进行拉锯战 情况并不理想 麦克奈特说 今天享受你的特价汽油礼物 因为很快他们将不再打折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